怨琦 我跟她还有其他的教训 我们 我从小看她长大 我们在健身房里面还经常一起健身 怨琦是一个很有意志力的女孩子 她始终是很积极的 你看她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孩子 但是她为了她的身体健康 她还是经常在健身房 我们常常在那边捕捕 关心她的人也都知道 这算是一个酒多了 一个酒多了 不然再这样撑下去 真的太痛了 对于一天说的对 我们这很可怜的女儿 我们相信她在 已经在天上来做一个很美丽的天使 那个因为我跟余大哥 雅萍姐 我们他们关系都很清静 所以说我就这个 所以我也很感谢 意思是谢谢你们大家 那个很关心我们余天家里的事情 刚刚有跟余大哥 你有没有给他安慰一下 那当然我今天来最主要是安慰嘛 你这个 这个余大哥跟雅萍姐啊 老实讲年纪不小了嘛 不能再这样伤心了 那么你看他们这一生 对这个演艺圈的付出 这种事情他办的最多了 大家都知道 那今天到他自己的女儿 所以我们大家都同样的觉得 跟就是很伤心啦 我说真的他 我们听到那个院媳的消息的时候 我都在电视机旁边就哭了 就哭了 然后 在他们家人对我们不但是语言一圈 这我们对台湾社会啊 都贡献很大 这个什么事都任劳任怨 那我是劝他啦 大家年纪都这么大了 这个该放下来还是放下好 不要不能太伤心 最重要的是身体要顾好 那未来 希望他就是夫妻两个人 不要再 就是说那个 一直不断的这样辛苦的付出 也不是办法 要为自己想一想 要为自己 我 我有欠他们说 哎 要不要到花莲来一起当邻居啊 那 以后这个老年的日子 大家还有个伴好 那我跟他当然不用说 希望他这个节哀啦 节哀 那个 有些事情是我们 就是也没有办法扭 扭转的啊 这 因为院旗我跟他 还有其他的交情 我们 我说的这 从小看他长大 我们在健身房里面 还经常一起健身 那院旗是一个 很有意志力的女孩子 他始终是很积极的 你看他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孩子 但是他 为了他的这个身体健康 他还是经常在健身房 我们常常在那边捧 所以说在这边 就是希望这个院旗呢 这个离苦得乐 因为这个病魔的折磨啊 我想 不分年纪啊 越年轻了 其实是越新浪 那么 怎么讲来说 但 关心他的人 你都知道了 这算 这是一个解脱了 一个解脱了 不然再这样撑下去 真的太痛了 对于一天说的对 哎 我们这很可怜的女儿啊 我想 在这边住 我们相信她在 已经在天上 做一个很美丽的天使 无忧无虑啊 快乐的天使 OK OK 好了 谢谢你们 也谢谢你们 也谢谢你们